除櫃的時候 我說我想變性 他第一個反應就是要花很多錢 差不多330萬、350萬 330 但其實台灣也沒有多開明 我老實說 大家都不要再裝了真的 哪裡不舒服 我說我全身都不舒服 我明天好不好 心裡也不舒服 大家都不了解 會被很多人討厭 大家就會以那種很極端的女性框架 放在我們身上 皮膚不夠好、不夠白、不夠漂亮 護理師說 那你為什麼要穿成這樣 那你怎麼應對 要你屁事 歡迎來到我是女生第一集 這個節目的主要內容 是要讓所有跨性別知道 我們過去走過的路是怎麼走 以及服用的藥物、手術是怎麼樣的 能帶給更多跨性別的姐妹 更多的幫助 那我們第一集請到的來賓就是 我們跨性別界的顏值當當 可福 要這樣子標準放這麼高是不是 讓你們台階可以下次嗎 嗨大家好我是可福 可福他是算是我跨性別的老師 就是我剛跨出來的時候 有一些藥物以及手術上的問題 都跟他請教 所以我會說他是 跨性別界的顏值當當不為過 你在做手術之前 對於這個變性手術有這麼期待啊 我那時候想的不多 只要是成功 然後功能正常 看起來是漂亮的就好了 我沒有看過什麼女生的下面 我只有看過身邊的女生下面 可是他跟我說每個人下面都不一樣 所以他說只要看起來對稱就好了 我那時候書後一拆開我看 是對稱的啊 雖然血都模糊 還行啊 我也沒想過下面還可以長這樣 第一次用女生生殖器官尿尿的感覺 他發力的點跟以往不一樣 比較在腹部發力 有些人如果太習慣 原本上廁所的感覺 他真的會尿不出來 不是因為腫脹 是因為他才沒有找到發力點 因為男生的發力點比較偏下 就這種旁觀 在器官那裡 對對對 下面那裡 女生發力點在小腹大概這個位置 如果你不是在這地方發力 你還是尿不出來 你會很像憋住那個尿的感覺 你做手術已經多久了 好久喔 嗯 就講過了六年了 那你在泰國待多久啊 你是替迪醫生做的嘛 然後在泰國做 你在幾年前做的啊 應該是18年 18年做的 多少錢啊 那時候做33萬台鎖 那整個手術的過程中 你覺得哪裡最難受 書後那一週在醫院的時候 為什麼 全身都是關 然後還要被那個護理師 然後我們要下來走路囉 然後就把那個尿袋啊 然後倒血管全部提一提 然後來我們下來走路 把你扛下來 站著你就覺得 媽呀 那個夏天沖寫的感覺 好不舒服啊 嗯 然後要你走出去外面走一圈 然後覺得 沒關係坐下來 躺一下 我們等一下再走第二次 真的 你最難受的 比如說書後那七天 你覺得怎樣難受 除了走路因為擴張吧 沒想過這麼不舒服 對 因為原本大家只在網上聽說 大家就是把棒子放進去 因為上網去看 大家都講得很隱晦啊 然後說什麼 其實也沒有太辛苦 就是忍忍就過 然後你放進去 第一個尺寸 我說媽呀 什麼叫忍忍就過 全身都是汗耶 就那個地方還長這樣子 還在盛行 我說可以明天嗎 他說不行要趕緊 不然你會覺得很不舒服 會很緊 我說不行那明天好不好 我今天也都不舒服 他說哪裡不舒服 我說我全身都不舒服 明天好不好 心裡也不舒服 我甚至已經找不到洞口 因為它很腫 對對對 因為它整個就腫起來 然後就是沖斜狀態 然後又整個 有些是血又有些是疤痕 有些是黑又有些瘀青 你搞不太清楚 它的下面的狀態是什麼樣子的 中間來幫我護理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所以洞口到底在哪 他就說這是尿道 這是洞口 棉花棒插進去 就說你看這就是洞口 當下就看到一根棒子插在那 我就覺得我快要混過去了 所以當時是你自己一個人去的嗎 我跟我媽 我本來想自己去 那她有陪著你一起走嗎 有啊 我媽很擔心啊 每一個環節都很擔心 然後都裝得很鎮定 裝得很鎮定 所以你知道她其實 內心是不鎮定的嗎 還是 我媽就是容易緊張慌張的人 我知道她在裝鎮定 因為媽要關係我隔天才比較清醒 早上我就跟我媽說 媽 你昨天還沒有偷哭 我媽說你怎麼知道 我說因為你很容易緊張啊 我媽說我看起來沒有很緊張 我說我感覺得到啊 哦 對啊 我前陣子才問我媽 我這一整個過程到現在這樣子 你現在是放心的嗎 我媽說現在是放心的 那之前呢 她很擔心我會不會因為這樣不適應 然後後悔 因為這個沒有後悔藥可以吃 她一直在想如果我哪天後悔 她要怎麼給我心理建設 哦 我媽就說 因為我從很小的時候 我就是很陰柔的那種男生 她想說 這個可能是同行娘 也許 我媽就會有給自己做好心理準備 她覺得我心裡也沒什麼 就是喜歡什麼又沒什麼錯 然後後來我跟我媽 出櫃的時候說媽 我想變性 那我媽知道你還變性的時候 有好奇什麼點 或是擔心什麼點嗎 我媽就倒吸了一口氣 好沒想到是這個 對 媽媽就說其實不是同性戀 對 想過但原來是另外一種方向 哦 就需要復甦的差多了 她第一個反應就是 要花很多錢 會被很多人討厭耶 很多人可能會攻擊你 覺得你很奇怪 對我媽就跟我說你看 那個社會的接受度是這樣 即使她已經 我媽就說即使她已經長得很漂亮 嗯 你看那個記者媒體 跟所有的人對她的態度 還是這樣子覺得她很奇怪 嗯 我媽說你自己要想好 那從你講說 你要變性之後 到真正動手術這個期間間隔多久 三年 三年 嗯 你覺得遇到最大的阻礙是什麼 心裡有一個障礙 去嗎 還是不去 其實那時候已經做了一系列的努力 有什麼真心啊 什麼有的美的 你就覺得好像 以社會適應性來說 沒什麼問題了 我就是覺得一切都很OK啊 我有確定要去手術嗎 我就猶豫了 哦 我懂意思了 你是覺得現在 都已經很OK了 就是已經沒有任何排擠 也沒有任何的不適應的地方 我確定 要去動手術嗎 我那時候就想 你先去耶 先推我落火坑 沒有 你整個過程是很快的 先那個敲一下艾妮 艾妮你還活著嗎 沒有 手這樣顫抖這樣 沒有 那時候你已經在自己的圈子裡面 就是感覺已經做得很不錯 那時候你不是在做一些模特兒的工作嗎 然後就覺得你好像過得很好啊 我沒有去打擾 還能站著 還能站著 因為你在訴後一切工作像直播啊 然後後來你去大陸工作啊 然後拍攝什麼的 我覺得你好像一切都很順利 我想不需要打擾 台灣的現狀 你覺得對於跨性別的接受度 如果是滿分是十分的話 目前一半一半 其實台灣算是通過同婚的第一個國家 在亞洲區 但其實台灣也沒有多開明耶 我老實說 確實 大家都不要再裝了 真的 真的 因為你看 有時候後上跨性別你的影片 或是我們的影片 在被一些媒體發布的時候 你看看底下的留言你就知道 這個風氣 南上加藍啊 大家都不了解 你知道 即使你的影片內容已經在講別人手術了 大家還在那邊說什麼 南上加藍啊 下面有一根啊 什麼下面有一根啊 什麼下面有一根我不行啊 然後說什麼這一位的你最喜歡 然後不要寄朋友進來看 然後不要寄朋友進來看 確實 確實 然後現在因為太多跨性別了 然後大家只要看到很高的女生 背後聽到男生悶悶說這麼高 該不會是男的吧 又是男的 像很多路人都這樣 對啊 看那麼高女生 真男的吧 真男的吧 骨架那麼大 欸 女生178骨架本來就會比較大欸 對啊 我這個講這個一定會被大家考慮 沒關係嘛 大家看著我們 其實是會把很重的女性框架放在我們身上的 你肩膀骨架太寬 嗯 然後 什麼 你臉看起來還是很像男生 你的身材一看就知道骨架是男生 你的手很大 然後什麼之類的 嗯 大家就會以那種很極端的女性框架放在我們身上 皮膚不夠好 不夠白不夠漂亮 嗯 然後你太不夠好 說話不夠溫柔 嗯 什麼意思 你對一般女生都沒有那麼嚴苛的動 你那麼嚴苛幹嘛 一般人對於一般女生也不會說 你皮膚不夠好啊 你講話那麼粗糙 你講話不溫柔 對對對 你的思考邏輯還是很男性啊 什麼之類的 對啊 你這樣就不是真正的跨性別啊 嗯 但 一般人會對女生講這些嗎 不可能啊 對啊 就怎麼敢 在路上跟人家講說 你不夠女生喔 對 走路很大啦啦 然後你皮膚不夠好 有些人就會覺得 這樣就是有一點男人譜 那個女生比較就是 沒什麼氣質 就這樣帶過 對啊 可是現在我們身上就是會 雞蛋挑骨頭耶 台灣跨性別現狀 你覺得怎麼樣 台灣跨性別現狀 嗯 哇 開始要進入很敏感的話題了 這有敏感嗎 嗯 就以我們自己人來說 很多都還會網內互打 嗯 就以很多 議題或是一些問題 大家自己人在討論的時候 就會吵成一團 沒有共識 沒有共識 怎麼說 現在我先講嗎 對 現在我先講 你才能比較敢講一點嗎 你現在看到的問題是什麼 我現在如果以網內互打這個問題 譬如說 我當初說要做 泰國的手術仲介的時候 嗯 我其實還沒有介紹任何一個人過去的時候 很多圈內的人就會說 哎呦艾里的仲介費好貴喔 問題是 是不是想要賺自己人的錢 對啊 大家賺特賺 問題是 我根本就還沒有 做任何一個人的仲介 然後導致我最後真的想說 好 那我就全額免費 贊助大家去 這樣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遇到問題一樣啊 我在做醫美 然後很多跨性別想要變得跟我一樣漂亮 或是想要再柔和一點想變美 都會來尋求我的意見 然後就會有些人覺得說 那你就去其他醫美問就好 你幹嘛一定要問他 這樣還會被他賺錢耶 我就問啦 各位親愛的 我們做這些如果不賺錢的話 我們靠什麼吃飯 嗯 對吧 不要老是就是想要這樣攻擊別人 說說啊 靠光線也在吃飯 奇怪 我們的客人也不是只來自於你們啊 對啊 我只是順便幫助 然後剛好醫師對於柔化這個部分 有經驗 那可以給大家分享 因為諮詢呢 也不是壓著你的頭說要付錢要做 大家就不要這麼壞真的 你看像你這個價格都沒開出來 別人就說你很貴 嗯 對啊 然後我們的價格有時候 有些項目比較貴 然後就會說他一定賺很多錢 嗯 對啊 就是 何必呢 跨境別界的姐妹們都會把 就是一些 真的在做事的人 然後把他們想得很快 嗯 就什麼都想要免費 然後什麼都是要伸張自己的權益 對啊 但其實大家也要上班 也要工作 對啊 如果你都沒有商業化的話 很多東西是很難維持的 真的 對啊 但大家就是不想要商業化 他們就覺得 發現你就是一個弱勢 嗯 也不夠怕 就是這樣 有些人不是在群組裡面 會發一些傳達照片 然後合唱 然後他可能穿的是新衣服 然後他覺得 我很滿意 然後分享給大家 我買了新衣服 然後突然就有人跟你說 這個衣服很顯你的肩寬耶 嗯 然後他突然就是 胸口插了一把刀這樣 嗯 然後還說什麼 這個顏色好像沒有很適合你耶 嗯 他再插一把刀 自己人攻擊自己人 但當時很多人卡在那裡說 啊我沒有工作 也不知道怎麼存錢 怎麼存到這個錢的 你這邊是怎麼辦到 你怎麼存到這個錢的 我的工作原本就讓我有存錢 然後不足的部分 我直接去貸款 哦 對 當初是存當多少 然後貸多少 存款有兩百多 然後貸款的部分 就貸個四十萬 存款存到兩百多 為什麼不直接先進去做 存款存到兩百萬還要貸款 因為我那時候花了整型的錢啊 哦 所以你原本存了兩百萬 然後就是 花了一半 做整型 對 花了一半以上 然後剩下的錢幾十萬 你要留在身上 因為你不知道你手術之後 你得修多久 嗯 我給自己的預設是抓了半年 你真正讓你存到錢的那份職業是什麼嗎 彩妝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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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一個CAS 新密什麼的 你就可以接 接一場兩萬左右 嗯 大概做了多久啊 存到這個錢 大概做了多久 我前前後後其實做了滿多年的耶 我就是有在接案 然後加上我那時候還 其實我有時候有堅持做其他的工作 例如李醫師 李醫師 李醫師是那一個送葬的李醫師嗎 對 對 大體的那種化妝的 哦大體化妝 也算是彩妝啊 彩妝啊 也是彩妝啊 但其實蠻多化妝別姐妹會覺得說 那 他出社會的第一份工作要怎麼找啊 我一直在想我要怎麼告訴大家 如何去找到工作 可是確實現在的社會還是有很多的不友善 因為我認識很多老闆 他怕 會嚇到客人 因為有些客人會覺得 哦這樣很奇怪什麼的 我在想 有差嗎 為什麼要先有這樣的想法 為什麼不去試試看 也許他很有個人魅力跟特色 可以幫你吸引很多客人 對吧 可是當初你去面試工作的時候 你的身分證也是男生嗎 但那身分證不一樣的這個點 有帶給你困擾嗎 在面試找工作上面 會啊 去銀行 等一下要被問是不是本人 去看個醫生然後拿健保卡 也曾經被那個護理師說 那你為什麼要穿成這樣 那你怎麼應對 趕緊屁事 有一陣子你不是都會招募員工嗎 有人來問我 我就會說去找你 我們現在想有個幸福曲線指數 想讓你來填一下 最旁邊是小時候十歲 然後到後面這邊是三十五歲 然後越偏上面是越幸福 十歲的時候好像很平淡耶 我真的是不記得 一定是沒什麼大事發生 十五歲就是在學校很娘炮 然後一直被大家說那娘炮啊 所以其實你是最難受 人生最低股的時候是偏向二十五歲 然後現在是最開心的時候 那二十五歲發生什麼事 前一段的感情不是很好 其實我有手術的契機是因為前一段 還年輕吧不懂事 怎麼說 你要結婚就一定要去做手術嗎 要患症嗎 我懂意思了 其實要把自己交付出去 你們相處不合的原因跟跨性別有關嗎 相處不合的原因是因為後來 其實我覺得大家都變了 尤其是我 通常為了這麼輕人吵架 什麼都能吵 吃個飯也能吵架 一個菜單 我任性一點 我今天想要點三個小菜 然後他就會說 你每次都沒吃完點就很浪費 那你都怎麼會 我說不然現在我出啊 他就說你不能因為你口袋裡面有一點錢 你就這樣子 你就是這樣子亂花錢的人 很愛順順順順 對這時候我工作病就發作了 你就是什麼 我就是喜歡這樣啊 不然就都不要吃啊 你現在這樣被你一講我都吃不下了 他是怎樣處女座嗎 還是巨蟹座 巨蟹 所以最後誰分的啊 誰提的分手 是我 你怎麼提啊 就 我其實後來有努力了一年 我想說 既然都已經在一起 既然都已經經歷了這麼多 就不要輕易放棄 我再努力 然後努力了將近快一年 我發現我真的不行 我好累喔 啊 通常女生好像都會這樣 就想說 還可以再 不要輕易放棄 對 這已經花那麼多時間了 因為人家說感情就是要磨合什麼的 對 後來我得到的結論是 狗屁 狗屁 為什麼 怎麼說 他從出生開始 他的家庭 他的環境 他受的教育 他的文化 導致於他就是一個這樣子的人 你修想因為你自己一個 光是你這樣子的一個人的想法 就可以去改變他的一切 很難 磨合不是這樣子用的 所以名言就是 男人與其磨合不如換心是吧 如果你真的磨合得很累 就放手吧 雖然可能有些人覺得我這樣子的想法不是對的 嗯 但真的很累 為什麼要強迫自己過得那麼累 確實 如果你要把一個人變成你要的樣子 你倒不如一開始就找那是你想要的樣子的那個人 哎呦 金句名言 那你這樣交過幾個男朋友啊 交過幾個男朋友啊 真的交往的喔 嗯天啊 真的交往 大概五個 五個 男朋友 那像是 很多姐妹會說 啊我就找不到男朋友 怎麼辦 你怎麼找到 你怎麼能找到五個男朋友 啊我就 我也找不到男朋友啊 在感情路上都沒有人要接受 我也覺得 不好意思又搏一槍 那怎麼辦 很多欸 很多啊 男朋友都在哪裡找的 你都怎麼遇到 對啊 我也是遇過這問題 因為我的身份一項都是公開的 我必須再提前說一次 所以能夠靠近你的男生 通常他們都是已經知道你的狀況的人 已經知道了什麼狀況 已經知道你的身份 已經知道你的身份 然後他也覺得OK 嗯 對 然後 就是可以開始 多認識一點 然後他約會什麼 因為有些人 他一開始不會告訴他的身份啊 然後以至於後期他講了之後 然後就是被迫分手 嗯 或者是找不到對象 這真的好難喔 你要怎麼讓人家找到對象 對阿 他說那我找不到對象怎麼辦 我上教軟體都沒有人要跟我配對 總共配對跟我見面 又不跟我見面 都罵人家是死人家 都罵人家是死人家 那怎麼辦 讓自己外表的進化吧 化妝也好 穿搭也好 真心也好 嗯 就是讓自己變得更好 有人愛你之前 你必須要先愛你自己 哇 金居民 那在外貌跟外表手術這方面 你下了很多功夫嗎 很多 很多 非常多 目前 你現在目前動過多少部分了 這可以刷嗎 全身 全身可以刷 全身可以刷 赤裸裸的全攤開啦 好沒有問題 很多耶 你想要從哪個部分先開始 嗯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算總金額好了 總金額大概估計多少 300出頭有了 300出頭萬 嗯 差不多330萬 350萬 330 以下 全身上下差不多330萬 370頭 額頭 額頭 然後 雙眼皮 鼻子 下巴 法令墊片 蘋果肌 顴骨下餓 然後 跟指法 然後還有 熔乳 跟風臀 邊境手術 這些東西都是 我們 經歷了很多慘痛的過程 換來的 OK 對啊 而且這樣算起來很多都不是 手術花最多錢 是後續的包樣啊 你可能 想要玻尿酸 或是一些填充劑 想要補一點這裡那裡 然後維持它完美什麼的 因為很多東西的細節 是手術打不到的 嗯 確實 如果你想要臉上圓潤一點 你就只能填充東西啊 玻尿酸啊 玻尿酸啊 自體膠原增生的一些 蒸劑 在蒸劑上面 你大概花了多少 起碼又有個四五十萬了 哇 所以如果重來一次 你會先做變性手術 還是先做整容手術 整容手術 為什麼 外貌的改變是最大 然後大家都看得到的 嗯 對啊 也是自己看得能夠開心的 嗯 你看下面 有沒有 就是其實 有大部分的人都不是很在乎啦 嗯 但是你長得如何 這可是一眼就看得出來 明目了然的東西啊 在做手術之前 我還是會覺得 願意接納這樣子的人 其實很少 我有過一段時間 有這樣的想法 嗯 所以一旦有人願意接受你 我都是抱持著一種很感人的心態 嗯 所以我 所以有些人就會說什麼 啊 你好像是不是沒有特別設定什麼條件 去尋找對象什麼的 我說不會啊 就是 你要遇到一個真的也愛你的人 其實很難 後來發現只是自己想救吧 那在一路上 你有最想感謝的誰嗎 我媽 怎麼說 不管我發生什麼事 她都會告訴我沒事 再 再 給自己一點時間會過去 然後所以 然後有時候我自己過不去 然後心裡覺得 一塌糊塗的時候 我媽就會跟我說 有些東西無解 只能用時間去重擔 你能做的就是其他 可以讓你開心的事情 所以你想幹嘛 你就立刻現在就去幹嘛 我媽教了我很高級的逃避 因為我媽所有東西都說 解決不了 有時間嗎 有 去旅遊 就會有接幫 嗯 就去旅遊 有時候你會不小心 在 沉澱自己的時候 想到解決辦法 對啊 整個衝來一次的話 你會選擇在幾歲的時候 你跟我會先走 我會實在是幾歲的時候 我不會猶豫 我只要有那個時間 有那個能力的時候 我立刻豁出去 我立刻去 對啊 有什麼事 你會不會猶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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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不會猶豫